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同时还会为大家来揭晓 谁的桃花运是最好的 以及会给大家一些风水方面的建议 那么灵灵师傅 我们先来讲一讲最后的四个生肖吧 我们来看看最后四个生肖 它们的运营成是怎么样呢 好的 我们先讲一讲猴 猴蛮开心了 猴恭喜你了 因为十二生肖之中 来到牛年猴是比较好了 因为它有比较大的极星在 有天气 有极微 有龙的 大的贵人星都在 而且心情又好又开心 今年来说如果结了婚的朋友 今年容易怀孕 开心的事情 如果还没结婚的朋友 今年结婚的机会也高 也有可能是今年先怀孕 再结婚也有机会 或者是你单身的话 我觉得今年就有机会 在人家结婚的 或者是开心的事情里面 你认识的比较多人 桃花孕也是不错 因为天气本来就是一个桃花心 在那个年份里面 我们人际关系桃花都是比较旺 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如果是已经结了婚的朋友 或者是身边已经有人的 就不要对人家太热情了 因为今年桃花真的是蛮多 我也要小心地 今年的落差有点大 就是大起大落 尤其是在财运方面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可以做些什么来破解吗 我觉得今年就别炒麦 如果你需要投资的话 就买一些比较固定的东西 可能是买个房子 或者是买一些比较稳定的 基金的东西 就不要炒麦就好了 健康方面呢 健康还是可以的 只是今年有点压力 睡得不太好 那暑机的朋友呢 去年好像也看到 各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今年呢 今年不错 因为熟机呢 之前有几年都犯了太税 今年没事 今年有那个降薪 有那个天解解决困难的薪 先男后裔 所以在我们来说 今年开车 下半年的时候有点辛苦 后来下半年很多东西都顺了 而且失运也是不错 因为今年有那个绿薪 那个薪的话呢 在公司的发展 或者是自己的失业的路上 都有薪迁 今年我也不好呢 就是入狱上了一个 我们叫白斧 那个新白斧是很松的女孩子 今年如果你在感情上 你遇到的女孩子脾气不好 或者是自己的上司 是女孩子的话呢 他你就觉得 他好像对你特别挑 很多不同的意见 是辛苦一点点 今年也要注意 有个松心就是那个浮沉 那个心呢 代表了游用 有一点点的危险 所以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些水上的活动的话 我觉得今年尽量跟朋友一起去 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去 所以以安全为主了这一年 对 属狗的朋友呢 那属狗的朋友 今年一点点的犯态税 那个犯态税不太严重 形态税是代表了身体健康的小问题 也跟人家一点点的吵架 好在今年自己的心情还是不错 因为有福星在 福星就是蛮好运 今年可能买买彩票 而且投资的时候呢 用自己的想法 都已经有一些 有些钱回来 就不用特别的 是有些幸运之才在 所以今年蛮开心的 然后最重要是 今年还有一个大的吉星 是天德 天德是一个比较大的贵人星 有那个星在的话呢 就是虽然是一点点的犯态税 但是都能逢松发迹 只是在感情上 我们要注意 因为今年呢 就有一点点的分离的孕 分离就是可能吵架 可能是你另外一边比较忙 陪你的时间不多 所以多点沟通就行了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比如说佩戴一个 怎么样的一些失误呢 属狗 我觉得你本来跟兔子 就是好朋友 你就佩戴一个兔子 跟你就两个走在一起的话 可以发解一下 那个欣慰犯态税的情况 好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 最后的一个生肖 属猪的朋友怎么样 那属猪的朋友 今年呢就有一马那个心 一马是走动 今年能走动就好了 一马那个心也代表了 动中生财 今年如果你都出门 都去外地 打工的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自己都出差就行了 但是如果做生意的 也托人一下海外的使墙 对自己也是比较好 今年那个一马心在感情上 也是代表了一些异地的姻缘 你要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 你先背井才能有一些桃花 所以一个字就是动 就已经最好了 但是动之间我们都要小心 因为今年出门的时候 容易不见了行李 不见了一些财物 所以谨慎一点 看着自己的财物 看得比较紧张就行了 那如果万一在疫情之下没法动 比如说如果有其他的人 从其他地方来香港 那跟我们的同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 可不可以发展一段感情呢 可以的 如果人家不是在 跟你同一个地方住 平常住的地方不一起的话 他从外地过来也行的 那机会还是挺多的 对了 好的 那么刚刚令师傅 已经和我们分析完 十二生肖的运程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讲一讲 就是桃花运的排行榜 那么麦师傅 我们先说一说第三位 最好的运气是谁呢 属马的朋友 因为他有贤其桃花 贤其桃花是一个比较短的桃花 虽然都是一个桃花运 但是呢就不太长久 所以但是如果你说 老师我真的好闷 我想讲 有人往往都好 有那个桃花 心也是认识的人比较多 但是那个桃花可能不太长久 所以我觉得 我建议你就是有桃花 你都多花一点时间去看 第二名就是属猴的朋友 属猴有天喜心开开心心的 今年蛮顺畅 而且认识的人也比较多 结婚的时候也比较 认识的可能不久 就是大家觉得 结婚了就是显婚的情况 显婚比较多 显婚的情况比较多 所以今年也是不错 最后那个就是老虎 老虎因为有那个太阳星 太阳也是一个桃花星 但是也是比较远的桃花星 今年也是比较好 感情运还是不错的 属老虎的朋友 好的 那么林林师傅 其实过去几年 你都会和我们分享一些 关于风水方面的知识 今年尤其在疫情之下 大家比较关心 就是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 在办公室 可以做些什么 来提升自己的运气呢 每年关于健康运的位置 我们都要小心 在牛年来说 就有两个方位 我们要注意 第一就是东南方 东南方就是并星道的地方 还有北方也是并星道的地方 这两个方位我们不能动 因为并星如果动的话 就更加厉害 而且并星本来就是属土的 红色东西不能用 因为火生土 最好在东南方 还有北方多放铜的东西 金属的东西 如果刚刚那个北方是门口的话 就别用红色地毯了 因为很多朋友门口就是北面的门 不要用红色地毯 最好是用一些铜的东西 放在门口旁边 或者是在门口那个地毯下面 用一些比较淡的颜色的地毯 淡淡的米色 然后下面放一个铜片 那么就对健康运有帮助了 那财运方面呢 财运方面我们就有流星 那个西面那个位置 今年财星在正西那个位置 家里客厅 我们可以放一些水种的植物 在那边或者一些冻的水 都能把那个财星带动 财星最不喜欢就是可能放一些 比较有时候我们有些杂物 在那些位置就别了 因为容易影响自己的财运 那如果在办公室呢 和家里是一样的吗 完全的一样 而且在一个不同的方位 如果说客厅你放了以后 自己的书房再放一遍都行的 事业运又怎么样 跟财运有关系吗 事业就在那个东面 我们把那个书桌挪到静东 或者是电脑 对着正东打电脑 或者是在那个位置 放四个富贵族 因为富贵族有步步高兴的意思 而且水目伤身 对那个文腔星特别有帮助的 所以要失业好 就放冬面 放那个富贵族 以后如果要桃花运好呢 就南面 因为南面呢 就是桃花星飞零的位置 过年的时候 你多买一些花 或者是鲜花放在南面 营运运特别理想了 好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呢 我觉得还有两个方位 我们可以留心一下 就是东北方 东北方其实是蛮不错的 一个开心的心飞零 所以那个心在的话呢 有些朋友可能单身很多年了 就虽然有人在旁边 但是还没结婚 如果你喜欢结婚 你想天丁的话呢 我觉得在那个位置 今年多放一些果实的植物 我想过年你们叫什么 大金那个橘子 橘子 橘子这些东西 放在那个方位呢 就会对自己的运行有帮助 因为你想怀孕呢 天丁呢 还有过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元宵的时候 还有一些发登嘛 也是挂在那些位置 都会增加呢 自己结婚天丁的运势 所以东北那个位置 我们可以催旺一下 但是有一个位置呢 就是西南那个位置呢 就别催旺了 因为西南那个位置呢 是是非口血心 非灵的位置 不能放绿色的植物 在那个位置 如果放的多的话 容易有是非容易有官非 而且是非那个心 本来就是熟木 它不能见水 有水在那个位置呢 是非就多了 可以怎么发解呢 就用红色东西 那个位置可以放一个红色的灯 或者是平常过年 我们红色的一些百屑 在那个位置 都会把那个是非显下来 而且吵架的机会也会小一点点 如果你说常常在家里 跟人家吵架 或者是在外面有多是非 你就留意那个位置 刚才说的西南那个位置了 西南那个位置 那如果比如说 刚刚你也提到 有一些建议给我们 如果万一比如说 你没办法去挪动 家里的那个东南西北的方位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还是放东西就行了 刚才都说过 财运那个位置在西面 放水的 或者是大叶的植物 要桃花的南面 那个位置多放鲜花 然后东面富贵竹在那个位置 那三个位置我们保持得比较好 就已经是容易比较平安一点 当然刚才说并行那个位置 就是那个东南还有近北 那个位置就别动了 就比较好一点点了 好的 非常谢谢林林师傅 为我们带来那么详细的讲解 也希望这一次的节目内容 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最后我们要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 牛年大吉 牛气冲天 新年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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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